谢谢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 大黄蜂到底买了没有 大黄蜂没买 还等着买呢 今年是这样 我的钱也够买大黄蜂 但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 我生病了 我得了糖尿病 得糖尿病之前 我真的是一直想要买一辆大黄蜂跑车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拉风 但是我生病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虚荣 真的都是 大家说的说像浮云一样 那个时候只有家人朋友来关心你 那时候我觉得原来家人是最重要的 跑车我可以放一放 明年再买 我要买一辆好一点的车 让我的家人坐得更舒服一点 更幸福一点 因为买一辆奔驰的越野车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坐在里面 如果我买大黄蜂 那只能是我坐 副驾驶坐一个人 那孩子坐哪 我的爸爸妈妈坐哪 所以说我选择买了一辆奔驰 你好 我听说你这个去纽交所敲钟的时候 还有段故事 那当时马云怎么选得上你呢 因为我是我们公司啊 2013年度的全国的十大劳动模范 然后我也是国家邮政局 2014年评选的全国最美快递员之一 所以说正好以前我还上过几次电视 有可能综合吧 很多原因他们就选了我 但是原来我一直以为是他 因为我长得帅他们才选我 但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听说当时您还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马云看到这个视频也很感动 实际上我们在去美国之前嘛 他在中国一共是选了差不多有20个人左右 候选人 然后每个候选人他会录一段小视频 录视频的时候我就说 当年我从农村来 我们家很穷 然后从一个小山村来 来到北京 我当年是骑着自行车送来的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能在北京有车 然后呢在老家买一个150平的大房子 真的这一切我觉得来源于哪 真的是来源于电子商务 当时说的确实挺感动 后来阿里人跟我说 说我们老板看到这段视频以后流眼泪了 他们当时还发个邮件嘛 给所有公司的高管发一邮件 说看到了视频以后 我流眼泪了 不是因为我在凌晨四点熬夜困的 是因为我被他们真正的感动了 我看到这些照片 但是你当时穿的是工作服啊 对我是在早晨五点钟 穿着工作服进到纽交所里去 然后纽交所的一个领导 后来他们有个翻译跟我说 说我们这个领导说呀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穿着工作服 进到我们的贵宾厅 因为纽交所里是可以进 但是贵宾厅的话 都是贵宾 因为马云的话 在全世界当时这个活动 他一共是请了两百多位贵宾 就是只有我是穿着工作 大家都是西服领带 然后穿得特别正规 那你这工作服厉害了 这工作服现在还有吗 有啊 那我们大家能看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件就是我的那个工作服 签了好多名字 对这个上面的话 有很多明星啊 或者一些大佬的签名 马云的话是在中间 这个好像这个是他写的 然后这边是叫古勇什么 我忘了 这个字念腔 还是念腔 古勇腔 他是优酷的总裁 然后下面这是曹国伟 然后还有这个是李延杰 然后还有史玉柱啊 反正好多我都不认识 因为我当时一看这个人 像那个老板那样 我就跑过去去找他签名 还有这件衣服是阿里的话 给我们定制的 只有我们在敲钟的 敲钟人有这个衣服 这个上面的话 会有一个刺绣的这个名字 这个简称 名字的第一个出写 对当时阿里的话 给做了两件 做了两件的话 正好有一个人跟我说 豆哥你看那个你们都有 我也没有 你能不能送我一件啊 完了我又送给他一件 但现在都有点后悔了 没有没有 要这么多签名干嘛呢 这万一将来 他们要是值钱了 我可以把它卖了啊 这样后面的大黄蜂的钱 对啊 这个说上哪天好 这个真的是 现在卖也值钱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去的时候 我在北京出发之前 我就想着 我一定要带几个签名笔过去 别到那块没有笔签名 我就早早准备好了 我去到纽交所的时候 签名的时候啊 我们另外的一些 敲钟的人就跟我说 哎豆哥你看你这个多丢人 你穿工作服就已经够丢人了 你还跑进人家签名 这可是在美国 我说美国怎么了呀 然后就叫他们签 签到最后人家 后来我们所有的敲钟人都跑来 豆哥你那笔能不能接我 用一下 他们也去签去了 那么就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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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